一望无际的绿色田野和贯穿其中的河流 这里是英格兰西南部靠近威尔斯 也是英国国家电网公司 准备推出新型高压电塔输电网络的地区 光从T字型的外表就可以看出 它们和传统高压电塔的不同 为了推动能源与生态的平衡 英国政府除了与欧美各国共同设定目标 要在2050年达成所谓碳中和 减少发电过程的碳排放 输电线路也被列为重点项目 就像近百年来的模式一样 从发电厂送出最高40万伏特电压的电流 经过高压电缆送往地区变电所 再从变电所送往工业与家庭用户 传统的高压电塔就和在台湾看到的极为类似 以这种钢架组合的结构建造而成 除了离地面较高 维修人员相对危险 同时基座占地面积较大 高压电塔所在的地区 往往因为占用较多民间用地而引起抗争 但主要是比较多的地区 比较多的地区 所以它是更贵的 但它的利用和影响是 准处的影响是 在影响上的地区 是什么我们的地区 考虑上这种产生意识的 产生意识到这种产生意识的 产生意识到 英国国家电网公司指出 现有这种常见的高压电塔 从1927年沿用至今已经超过95年 但更新设计的计划早在2011年就启动 多达250个设计案加入竞标 目前已经完工 准备加入书店网路的有36座T型电塔 2024年度还会有80座新的高压电塔加入 公事新闻徐佳人编译